这本附魔书是什么玩意儿啊 名字怎么叫附金请罪 用写证章去看看 我且 这是什么鬼啊 怎么穿上去之后一直在掉血啊 真就穿得荆棘走路呗 这是探极生物能想出来的点子 Ladies and Gentlemen 父老 and 乡亲们 最近裤子又送了一个模组包 说是里面的附魔书效果都非常的强大 但是我定睛一看 就觉得这些附魔书肯定有问题 还是小心点为妙 这本海之嫌弃是什么意思啊 附魔看看效果 东西掉上来了 但是怎么是个TNT啊 妈哎 这个不行掉啊 这水下三件套的效果很明显啊 摆明就是要我下水的时候躺平 这裤子是想陷我于不利之地吗 附魔之后挖矿的速度直接变成龟宿了 阳气槽几秒钟就耗光了 让游戏体验瞬间真实了起来 赶紧跳出去 不然真歇菜了 啊 这是什么 大孝子套装 哇 居然是一整套附魔过的钻石套 好东西好东西赶紧穿上 怎么回事 我怎么突然地buff缠身 血量狂扣不止 把这些苹果保密 好你个裤子啊 居然敢射陷你坑货 那我来看看这些装备上的附魔了些什么buff 虚弱5 父亲挺追3 虚空行者2 保护不了4 拽落骨折4 哇 这这这 看名字都知道是效果离谱的负面buff啊 这些装备穿了还不如不穿扛走 我绝不能继续让这种邪恶的装备一流于是 少了少了 哎 这两本诅咒附魔书也翻转了吗 绑定不了 立即消失 一看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效果 什么情况 我的钻时间呢 真就立即消失了吗 不过还好 这条裤腿还没丢 啊 我的裤腿怎么装不上去了 绑定不了的意思 是只穿都不让穿了吗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这也太离谱了吧 其实在这款附魔书中 还有很多离谱的附魔书 比如这本经验腐蚀和时运不济 先者能让你的装备损坏速度加快 后者能够让你挖钻石永远只掉一个 说到这里肯定有小伙伴会问 如果把原版的附魔和这个附魔书魔组中的附魔附在一起会怎么样 很遗憾 两种属性相反的附魔 是不能同时附在一件装备上的 那么我是和梦影龙过不去的不灵不灵灵姐 我们下期再见 白了个白 和尚老阿阳也太简单了 我的分数轻轻松松就破钱了 这么ezy的游戏 居然会把阿阳和裤子难倒 真是丢人丢大发 不过这游戏蛮好玩的 喜欢的朋友赶紧加入我们吧